3月15日17时许 雅江县嘎拉镇白兹村发生森林火灾 截至3月17日18时 累计投入铺就力量2326人 3月17日19时许 中心社记者沿国道318县驱车抵达雅江县城附近 距县城还有十几公里 已可见远处高山上的滚滚浓烟 遮天蔽日 记者当晚来到位于雅江县城关第一完全小学的安置点 二十余顶蓝色救灾帐篷已搭建在空地上 嘎拉镇八角楼乡部分疏散民众在帐篷中休息 村民何建勇告诉记者 当地民房多为木制 山火飘下的火星对房屋造成很大威胁 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他们顺利转移到了安置点 村民廖金花说 他们一家四口被安顿在安置点 目前居住条件很满意 家人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黑夜中记者看到 路旁高山上的红色火线在夜色中闪耀 不时有高大的火蛇腾起 触目惊心 山脚下一处加油站旁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甘孜支队的消防员 正在用水柱冲刷山体 为植被增湿 防止山火蔓延至加油站 加油站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经提前启动应急预案 努力保障加油站的安全 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火势已经是蔓延到这个山顶了 然后我们这边是立即响应这个应急预案 我们就立刻把灌区那个灌口先包裹住 分盖住用那个消防泡沫 打了一点泡沫 就是为了防止燃烧嘛 加油现场的话 就做了一个断油断电的处置措施 然后我们立刻组织这个员工把群众疏散出去 甘孜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此次森林火灾共转移安置民众1360户5908人 其中河口镇435户1873人 八角楼乡183户1380人 嘎拉镇742户2655人